所以设计真的蛮重要的 现在还有设计师发明了一种叫做自动感应砖 会随着人的动作升高到不同的高度 也就是说可以变成椅子或桌子来随你决定 在地上的白色方块压克力材质 中间还有个四方形的小洞 看起来一点也不显眼 其实里面别有玄机 你以为这些东西只是普通的小方块吗 只要我把手伸出来 里面的感应器就会感应到我的动作 瞬间变成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小桌子 这个自动感应砖只要有人靠近 就会依照你的需求升起到不同的高度 受到日光灯等光线影响 感应砖块还会跟着变换不同的颜色 看起来缤纷又有趣 感应砖块会这么聪明 就是因为里面内建红外线感应器 还有LED灯花了三个月才做成 每一个小方块制作成本就高达6000元 不只如此 以后还能应用在装潢里 变成放电脑的桌子或是张餐桌 像在墙壁里还能变成椅子 不需要的时候就自动缩回去 让空间座更有效的利用 设计出感应砖块的就是他 今年35岁的唐盛凯 曾经担任华硕设计部门的资深设计师 还是华博梦想馆里面 华硕花形机器人的首席设计师 不过未来要应用在生活上 恐怕还得再等一等了 东森财经新闻 吕培君杨秀国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